我是婚姻失敗 我是承受一個很大的打擊 加上我們的財政 大家都知道是幾坎坷的 當年來過 我是心無紛紛地走的 一個女人 沒有家人去幫忙之下 只有低頭努力工作 忘記一切的不開心 我一見到這段新聞 我就火都來了 我就哔哩巴哩罵人了 我說 你到現在 你在大陸多大得起 你想要什麼有什麼 我還以為了捱生捱死 捱到病了 我年輕於19年半 我捱生捱死 你現在還用這藉口 去搏人頭子 我說 你是要幫我洗底 加上這個去年和病了 她也有點內疚 始终我是儿子的妈妈 病得半条任命 我又没有拿过什么赏养费 正式没有拿过什么赏养费 真正要博同情歌是我 那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香港小的女孩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中产 但是我爸爸都是很多东西省回来 如果将来我要结婚的男人 他起码有一个地方住 最好有一层楼收租 毕业了没多久 在93年的10月29日就结婚 我和他的共同喜好就是 大家是很喜欢动物的 大家当然是很喜欢音乐 我九岁开始跳上两游巴唱歌 但是原来生活上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我曾经很意为一样东西 我是嫁了一个生活平稳的男人 有人会为我遮风挡雨 为什么后来我再没有嫁第二第三次 因为我发现没有人可以为我遮风挡雨 其实我走之前的几个月 我在马波地产工作 马波地产给我就是 在有年纪很不稳定的生活下 很盘踞的生活下 开始生活有少少曙光的 我临走那几年的生活上 家庭生活上我是有负担过的 所以我是三红水族屋 还不敢走的 我是一个习跳 心目多姿多彩 朋友行山唱歌 但是突然间 熬了几个月的熬肩之夜之后 身体承受不了 加上原来一只昆虫的咬伤 本来一个绿豆这么小的东西 变成了波子这么大 接着还有一些血水流出来 我的同事劝我 你真的要看医生 医生写了一张纸叫我日吉正室 我先后进了四次手术室 我是四十多天没下床 所有大小的吃饭各方面 我都在床上 在这段病的时间 我是反思了很多东西 我同事说 以前我又怕这种又怕那种 其实人生行动一半 还有什么可以怕呢 不如想做的事就去做了 大家未去到自己 但是来说 都会希望小孩开心下 过年过节 他又有时间 我也有时间 大家会吃过饭 我忙着说 你会喝的事 你会在这一块 我闭上